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掀起收视热潮 原著作者金一南 纪录片总导演徐海英 今天在这里再次携手 和书中的众多人物分别了 告别了 他们呢 走进了历史的帷幕了 这是苦难辉煌的第一个版本 让我们感受两种创作的力量 马上进入今天的军旅文化大事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走进军旅文化大事业 我是主持人周伟 近期我想大家一定看到了 相继在我们中央电视台一套和金氏频道 播出了由金一南教授的著作苦难辉煌 改编而成的十二集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 播出以后反响强烈 大家纷纷评价 说有几下一个特点 一是保留了原著的文字气质 还有就是大视野 这样一个独到的眼光 还有独特的思考 我们电视的这种叙事 也是自由驰骋 潇洒交错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了这部纪录片的主创人员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首先还是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大家对这部纪录片的评价 来一起看一下 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防大学和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联合设置的 十二集历史文献纪录片《土难辉煌》 今年5月13日开始 每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5月20日开始 每晚20点在央视期讨播出 由此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追剧热热 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徐忠志说 从国际背景 国际影响 国际联系 来透视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时 使纪录片《苦难辉煌》的重要特色 也是重大创新 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有许多是过去从未看到过的画面 拉近了观看者与逝去已久的历史的心理距离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转门说 文艺工作者用文献纪录片梳理党的历史 那些艺术创作的激情伴随着信仰散发的光芒 将是纪录片《苦难辉煌》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册上具有独特价值 文脸副主席东承祥评论说 我感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作品 让人在当前社会文化环境中 获得了焦虑之外难得的宽慰 真是好评如潮 那么首先我们要请出我们业界的一位前辈了 是我们中国市协纪录片委员会的会长 同时也是这部纪录片的艺术指导刘孝离老师上场 有请 您好刘老师 您好您好刘会长 请坐请坐 今天把您请到现场 主要的还是谈一谈您担任艺术指导的这部纪录片《苦难辉煌》 您首先用一句话来评价一下这部作品 您可以这样说 这一部非常与众不同的文献纪录片 所以看了一个为什么说很多人反应耳目一心 他只说耳目一心 就是因为他与众不同 这一句话的评价掉足了我们的卫座 与众不同 怎么个与众不同法呢 我们现场很多年轻战友对这部片子也是非常有感触 我们现场做一个现场采访 哪位战友看过这部纪录片 举手告诉我 几乎都看过 谁能用一两句简单的语言来告诉我 看这部纪录片的观后感 这位女少校一直手都没放下来 这段时间就是我和父亲通电话 最多讲的就是苦难辉煌 这个纪录片的这种感想 你打电话说干嘛呢 就是说看苦难辉煌没 所以说这段时间苦难辉煌这个纪录片 是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说得好 因为我们父辈那样一代人 他们独有的对这段历史的一种情感 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确实我们年轻战友 我们应该是多抽出时间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著作 来这位 我是一个五年级学生的一个父亲 我最近经常带着儿子一块看 孩子看了之后感受非常深 他说我学到了许多历史课本上 什么又学到了知识 有一些学起来 老师讲起来可能很枯燥 但是经过电视一演绎 他这么一看 感觉到对历史的世界的理解非常深刻 他说爸爸我看了之后 可能会记得很久远 即使以后考试出现这些知识点 我也会很准确的让他给打出来 说得好 说得好 还有吗 还有要跟我们交流的吗 还有吗 来 那一位 那一位 我是国防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平时利用课议时间收看了古城辉煌这部纪录片 在我们同学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防大学是这部纪录片的制作方之一 然后金毅男教授也是古城辉煌这本书的作者 在学校期间我对金毅男教授就充满了景仰之情 所以在我学习生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刘会长 刘会长看简单的一个采访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年龄段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下一代对这部片子都有不同的感触啊 看来真是这个大家的这个反响很热烈 那么作为这个纪录片学会的这个会长 您觉得为什么播出以后会在社会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类似于这个《苦难辉煌》这样的片子 我们曾经出过很多部 我说的这些这些片子学会有很多都参加过程度 包括1999年我们推出一部新中国 就从1949年一直到1999年 新中国50年的历史 就是所以他许和也许主上之一嘛 这个就是这么多年的积累 今天推出了《苦难辉煌》 当然这个应该首相归公于金一南 金一南不是说学的学得特别漂亮 我都看过了 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响 就是《苦难辉煌》把这所有的片子还进行了一种 我认为是一种危险性的总结 刘会长 那么从您个人来观看这部纪录片 我作为艺术指导 您觉得这次纪录片的拍摄有哪些个突破点 很多事情它记录了过程 一份建党的过程 第二个 这个人里面有了过程 非常真实 不光是文献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 尤其要注意 真实 再一个 人物 又人物 这个不光是一般的纪录片和文献纪录片 特别要注意突出人物 这个《苦难辉煌》当中的人物 包括我党的 国民党的 这个美国的 苏联的 大概有上百个人物 每个人物 都于他的性格 都于他的性格的描写 再一个 有个故事性 他实际上每一季都是讲了几个故事 有几个故事的 再一个 由于细节 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就是局部的镜头 人是一部纪录片的灵魂 细节就是一部纪录片的血脉血管 我说这几点很重要 而恰恰在《苦难辉煌》这部片当中 都有所体现 所以为什么刚才大家都说好 他就好到这点 会长总结的很全面 这个准确 真实 人物 细节 这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一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出这部纪录片的总编导 徐海星老师 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你好 你好徐老师 你好 请坐 请坐 刚才我介绍了 徐老师是担任这部纪录片的总编导 那么我就简称您徐总 可以吧 应该叫徐海云 没有 您是前辈 刚才会长描述了他对这部纪录片的一个评价 您还记得您创作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您是什么时候跟会长提起来的吗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概是10年的春天 我有一次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一般有一些重大的选题 我一般都会给将军要打电话的 因为他是我的恩师 他在选题的把握上 他有极其敏锐和深刻的一些见底 所以这么一个大的选题 能不能做 我心里面没有底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希望 给我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当时很快的军 他说非常好 值得做 他说我也看了这部纪录片 这个徐总跟您提出要拍摄这样的一个题材 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我刚才说过 第一个应该找 应该找 应该找 徐总非常的尊敬您 刚才也对这个会长 我也会对于他 是 是 我这个他一时候的一个 您对这个题材的这个角度的选择非常的敏锐 那么在我们的创作前前后后 这个徐总会长给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支持 一个就是精神的鼓励 第二个就是方法的指点 第三就是质量的评判 因为他长期从事纪录片导演工作 是八十年代 所以我作为资深导演 这方面的修养和体验都非常深刻 他给我的东西是相对是最准确的 而且整个的这种精神鼓励 乃至指点是贯穿整个全篇创作过程当中的 比方说这个去年四月底的时候 就片子第一剪刀剪完了以后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的让他看到 一个是打电话 因为他太忙了 你看看他有没有时间 他说有时间 这样就把他请到设置住地 那样条件很艰苦的 从我们这个住地到他住的那个招待所有一段距离 他为了坚持下来 他就不去厕所 他不去 他坚持这两天看完 这就是一个小例子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一段解说词 因为后来要加一段 小平同志对这个 几十年以后 他对长征的评价 还这么问他 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什么 小平同志只说了三个字 跟着走 那这这一句话说完了以后 解说词我们又加了一句话 这三个字 简单的三个字 却涵盖着人的精神与信仰 他听完 我说这两句话怎么样 他在电话里马上判断 后边一句话拿掉 多余了 许多年后 方法的指点 还有质量的判断 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恩师在辅佐着我 我非常幸福 谢谢 谢谢徐总 谢谢会长对这部剧主片给予的支持 那么不管是经过多少的坎坷和困难 最终 最终这部片子还是如约的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而且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通缘短片 来一起再回顾一下这部优秀的纪录片 苦难辉煌 大型门线纪录片 苦难辉煌 根据著名作家金一南同名著作改编 有中央党史研究室 国防大学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联合设置 该纪录片主要介绍 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初期 岛西安事变这段历史 描述了我们党和军队早年的革命史 围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 纪录片苦难辉煌 一起全新的视角 鲜活的语言 积月的精神 深邃的思想 把那段错综复杂 变革深刻 波澜壮阔的苍苍历史 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在观看震撼电视画面的同时 更多的能感悟那一份厚重 一种悲壮 一种精神 一种辉煌 还记得几年前 翻看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 当时默想自已 常常陷入深思 这次收看纪录片《苦难辉煌》 通过电视画面看中国的苦难史 看中国的辉煌历史 我们再次触摸到了厚重的中国历史 让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 之所以有这部纪录片的诞生 刚才提到了 有我们的会长前辈的支持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来自这本书的原著 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识的 金一南教授 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话题 不能把金教授请到现场 下面就掌声送给金教授 闪亮登场 来 您好 金教授 您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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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纪录片 当时做电视预告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就非常吸引人 苦难辉煌和您的原著是同名的 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马上就会打出个问号 苦难和辉煌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呢 我记得您这部书里前沿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他们历尽苦难 我们获得辉煌 您是不是想用这一句话 来概括整个这个书名 和您这个书的内容 这个书最初呢 我最初起的名呢 叫狂飙歌 当时用了毛泽东诗词的那段话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用了这个名 后来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呢 就写了长征那一集 那一小段的标题叫苦难辉煌 我说呢 当年从江西出发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是两万五千里长征啊 当年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叫西征 到湖南 以贺龙肖克部会合 当时叫西征 叫战略转移 谁也不知道要走两万五千里 谁也不知道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那么多牺牲 正因为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 今天长征正在做世界 身移 就是人类的共同的精神文化的财产 那今天达成这样的辉煌 我看今天很多北欧的青年 瑞典的德国的 他们背着行囊 从走长征路 他们在寻找什么呢 他寻找的不是一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他是人类 为了达成自己的理想 克服千难险阻 就是忍受巨大的痛苦和巨烈的牺牲 最后达成自己的目的 很多欧洲的青年在从走长征路的时候 他们把他做一个人类精神的这种文化遗产 这样人类共同的财富 就达成这样的辉煌 我当年出发长征的 绝对没有想到能达到今天这样的 正是这种深重的苦难 让全世界看见 就这伙人为了追求内心的信仰 不计任何代价 不怕任何牺牲 最后达成自己的目的 后来我觉得用苦难辉煌 做这个书的名字更恰当更合适 我们今天这个辉煌 正是因为他们曾经有那一段苦难 应该说这是我们这部书 乃至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命题 这就是引出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于金教授来说 就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对于徐总来说 就是为什么要拍这样一个片子 来把这一部书来改编成纪录片 那麽徐总先谈吧 您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初衷 为什么要拍这部纪录片 简单的话 一个是责任 一个是机缘 所谓责任就是我长期做历史题材纪录片 我觉得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历史题材纪录片 创作的工作者 应该有责任去做好这件事 这个时候我就读到了金将军的作品 当看上了这个作品以后 我记得我在这个书上写了一句话 这是个人的思想 深刻的思想 客观的解释 激荡的思想 我就写完了 我就这种感觉 他给了我一个机缘 有了这个居然 因为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 去看中国革命历史的苦难 而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历史的苦难 就不是那个孤立的 另外一个他故事结构的方法不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做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人 特别需要的 所以就想做这个事 一上来我就注意到 您拿着这个本书上来 我还没有刚才您一翻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是金教授的这本书 也是让这个许总为之一动的 为之一震的这样一部书 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已经翻成什么样子 您大概翻了有多少遍 您还记得吗 这个记不得 这个还是后来不翻了 因为他们说你这个本书很珍贵了 我就把这是苦难辉煌的第一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还是我们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 2009年的下半年 推陷给整个中心干部看的 我拿到这个书一直读到了2010年的8月 我觉得这个冲动就来了 就去找他去找他 拿着这个书 然后就去找他去了 大概是这样的 读了这么长时间 如果要是创作的话 会创作多长时间呢 我们知道金教授的这部剧作 历史15年 52万字 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支撑 支撑的您一定要完成这样的一部书的创作 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 我是团职干部 这本书出版 2009年出版 我的副军职服役期将满了 大家注意 这个时间 不是说从一个团职干部 因为写这本书 就调成军职干部了 金教授的意思是说 历史的这个时间的长度 还是个年轻小伙的时候 我写这书的时候大约是多少 你看74年 写这个书的时候是42岁写的 然后等到2009年出版的时候已经57岁了 因为副军职的服役在年线就58岁 都快服役满了 我觉得这个书 当年我是个团职干部在写的时候 最初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 我觉得最初是一部写给自己内心的书 就是这个党怎么胜利的 我们有这样的话叫枪杆在那边出政权 国外很多人很简单 我们在美国讲学 对方都说你们枪杆在那边出政权 那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 政权是民选的 你怎么枪杆子打出来的 我说这就是我们写书 我们仅仅是一个枪杆在那边出政权 那蒋介石枪杆子比我们多得多 他怎么枪杆子丢政权 共产党怎么就夺政权 而当年共产党建党的时候 50多个党员 全是我青年知识分子 你从各方面衡量 他们没有成功的希望 没有成功所具备的要素 甚至所有要素都不具备 他们为什么能成了 1921年建党 28年以后夺取全国政权 1949年建立新中国 这个军队巴于南昌起义建军 南昌起义两万多人的队伍 最后剩八百人 一伙典型的残兵败将 南昌起义几乎全军覆没 就剩八百人 22年后百万雄师波拉将 我就觉得这伙人 他们的能量从哪里来的 他们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他们几乎具备 能取得胜利的基本要素 最后他们把事情搞成了 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 这充满了疑问 充满了这位疑问在写的 写这个书的过程 一直到最后封笔的那一刻 我觉得最后写完 第十六章写完 最后落笔 我觉得我找着了这个党 这个军队成功的要素 他成功的秘诀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觉得最后才回答了自己内心的问题 当时最后写完了 写了十几年 最后就按照当时出版社编辑的话 他说你当时 我当时跟他讲话 我都忘记了 他一直记得 他说当时讲的话叫怅然若失 和书中的众多人物分别了 告别了 他们走进了历史的帷幕了 我们看到当讲到这样的创作的立场的时候 金教授的眼睛也湿润了 和书中那些非常让我们敬仰的先辈们 要告别了 但是这部书完成了 我在写的过程中进入这种历史的遨游和历史的对话 我感到非常振奋 创作的过程虽然很艰辛 但是是一种享受 当时创作的时候 我跟我夫人还经常回忆这一幕 当时我们的住房 两间住房 叫两室一厅 房间非常小 每天晚上写作 就在那个小客厅里 夫人说陪着我 她在后面看电视 我就在电视机就在我后面 前面有个桌子 我怕在那搞资料就能写 孩子在那间小屋子住着 非常差的条件 你当时也没有空调 当时写的是大量的文字在写的时候 也没有空调 就办公桌上铺的报纸 在写的过程中 报纸 这个胳膊经常粘到报纸 就是油脑 拉起来 拉下来 再换干脏报纸 再铺上去写 后来别人讲 他非常痛苦 我觉得当你真是从事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 全身心投入的时候 一点不感觉痛苦 没有说什么刻苦痛 没有 非常愉悦 每天晚上写到十二点 平常还要工作 非常愉悦 和这个历史的交流 历史交融在一起 非常愉悦 那么狭小的房间 对 出了这么一个大手笔 我们看到很多的影视剧的创作 它对一些个历史人物 它有一些个发挥 有一些个想象 这个还是好办到的 但是这一点 如果在纪录片里边 这是很难很难的 刚才会长也说了 他要求要准确 是吧 他要求要尊重历史 但这一眼睛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片子最不同的 就是要给所有的历史人物 或者主要的历史人物 给出他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这也是金教授本人这个作品所赋予他的 而这部片子最精彩的 或者这个作品最精彩的 他给了很多对人的非常细腻的交代 在叙事过程当中 包括对伟人的交代 对所谓反面人物的交代 都非常精彩 我们这个片子也做到 当年这部书出版以后 就引起了很多的反响 也很轰动 我相信 许总不是第一个找到援助 说是要改编 要拍摄的人 可能你也记不清前面有几个了 但是为什么许总一找到您 提提要改编您的书 要拍成这样一个文献片 您就欣然同意了呢 是什么打动了您的 许总 当时有不少人在找 其实现在纪录片出来 还有人在找 说光纪录片不行 要拍故事片 他们有人还在找 要拍故事片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作品的理解 你真的理解吗 如果在今天 我们商业化气氛这么浓的情况下 我拍的片子 主要为了广告收回收益 我拍的片子主要是 我们今天的舞台 充满了 你看变子戏 满清的 清朝大清王朝变子戏 然后就三十年在上海的 勾心斗角 这样的戏 我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你对苦难辉煌 它是个热闹吗 很多人讲 我觉得你不理解 你怎么拍呢 许总的不一样 许总来找我 一个是有这样基本信任的关系 中央台军事部的 而且许总以前的作品 等等 这都非常好的基础 更重要是许总这个书 他来找我 是就拿着这本书 他就带着这本书来的 他说我对这个作品的理解 你就 我现在时间很有限 因为当时马上要出差 跟他谈的时间很有限 他说我也没法跟你讲 我的作品到底怎么理解 反正我很激动 他说你看看这本书吧 我一看这个书 他把书吃成了这样 里面都画的道子 贴的小标 掐的插的插图的 每页打的折页的 这个镜头感非常好 要把它挖出来的 他在找我的时候 他不是一张白纸 他已经把书吃透了 当时这种新人就是这样 我说有些人 你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就有这样的 就有这样的习惯 有的时候 你俩相处了一辈子 形同陌路 一辈子都不了解 坐在一起 一辈子 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他不知道你是谁 有的人交往时间很短 我叫顿成之音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 在一起 你马上就能感觉到 他要干什么 他凭什么要干这个事情 我一看 徐总跟我是一类的人 这个人行 就是直觉 直感 就这种直觉 当然我第一直觉 他可以 所以非常简单 我俩谈的 我出差之前 我们迅速的把事情就搞定了 因为就从这个经历看出来了 他能够理解这做事 然后 欣然接受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合作了 顿成之音 没错 顿成之音 你看我觉得就像徐总 你刚刚讲的 在今天对这部共产党的历史 我们今天讲的 共产党怎么胜利的 有人说是投机取巧 利用了日本侵华 抓住空隙 发展自己的力量 我说你这么理解共产党的胜利 你看见这个党都没有 你从基本要出来 他不掌握任何资源 他当时就这么弱小 当时中国有如此众多的力量 都没搞成 为什么他成功 他成功的必然性在哪里 我觉得徐总就像他刚刚讲的 他搞的片子 一看书很感动 另外就在当今 对我们这条道路 我们今天讲三个自信 你这个三个自信从哪里来 就是我们怎么走过来 我觉得就像一个网友 讲的话非常好 不要因为我们前进的速度太快 忘了当初出发的理由 我们为什么出发 这个队伍当年从井冈山出发以后 为什么走 走到哪里去 徐总在拍摄多次跟我讲过 他对今天的舆论范围 对今天的一些舆论倾向 他内心是很大的 其实这个东西 他本身我觉得就是个战斗的东西 是 他是不是战斗的作品 没错 我就觉得 就是这么一部热血沸腾的历史 竟然能被今天的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 把它说成一部黑暗的历史 我内心是很难受的 而现在很多的 没有这方面历史知识的人 就被他们带跑了 被他们蒙蔽了 这我内心我坐不住 我绝对坐不住 我说无论怎么讲 近代中国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拜领人民革命的这段历史 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奋斗史当中的一段 这段历史都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永远不能诋毁 对 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告诉后来的人 告诉今天年轻人 为什么这部片子播出以后 我很激动呢 就是过去播出的很多片子没有像这部片子产生这么多激荡的情绪 很多年轻人发帖 发微博 说我们在等着看这部片子 我觉得这部片子达到他的目的了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 不管是批评的意见和赞扬的意见 我觉得批评这都是多元化实在一种信息激荡的一种感觉 都是对这个作品产生激动的这种感觉 出难辉煌专场 近在军力文化大事宜 这个问题要问金教授 您在原住前言中出现这么一句话 叫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邻了吗 我听说这个题文上很多读者都提起精神来来读这本书 您为什么要这样问 您要问给谁 这个首先当然问给我自己 然后实际上向社会的提问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30年 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拥有 大家今天家庭叫车了 当年安空调的非常困难 都空调了 都乘控电话 手机了 我们今天个人都富裕起来了 但是我们在今天讲民族复兴的问题 我说一个民族复兴 它的复兴仅仅仅是物质的吗 那它精神层面又是什么 如果一个民族只有物质的一个轮子 物质轮子很大 精神轮子很小 你看这车子原地打转 它没有方向 当然反之精神轮子很大 物质轮子很小也不行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 物质一定要精神相匹配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讲 我们钱包鼓起来了 我们富裕起来了 那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自己坚强的 这个思想方面的 你的这种优势 不能建立这样的精神优势 你只能把自己的钱包导到国外去 你只能是这样的 那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 真正的复兴 我们讲的既是物质的 也是精神的 我们如果没有不能筑起自己的精神长城 那我们肯定要被对方所推垮 那你的精神传势又是什么呢 你这么一路走来 产生了多少精神财富 我们今天能不能把它有效的总结 概括出来 我们不是创新 不是无中生有 只是把过去的 我们前人付出的牺牲 告诉大家 就是说中国历史上 从1840年以来 为了救国救民 曾经有这么一伙子人 最能牺牲 最能战斗 最富有大无畏的精神 最能为民族应有奋斗 否则他不可能被人民认可 他不可能建立新中国 这就是我们精神财富的来源 否则我们就得皈依 人家的宗教 皈依人家的价值观 我们曾经有这样一伙子人 把为人民服务顶在头顶上 放在内心里 成为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最杰出的代表 这就是我们今后 我觉得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 我们精神的来源 我们就寻找这样的精神来源 发扬这样的精神来源 说得好 这也是支撑您15年 完成这步居住的一个原因 当许总开始动手了 开始拍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您到剧组去探过班吗 去过 去过 什么时候去 10年的1月 我们讨论了大概半个多月 他就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那次讨论很有意思 有个小的花絮 后来才知道 他们头天下午 就号召大家都不抽烟了 说第二天上午金教授要来 你们不要抽烟 他们抽烟能量很多 就讨论这个剧本 那整个屋子叫硝烟民旦的 技术剧人 全部都是烟 而且我当时去看了以后 他们有几位编导 我也是很感动的 他们几位编导 抽着烟 方便晚上加班 放着啤酒 半瓶啤酒 完全是个战场 当时我去了 我看不见这个痕迹了 他们为了说我第二天要来 已经弄得很光流 不抽烟了 但我进去还能闻见这个烟的味道 说明我们的主创 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 这是销烟弥漫 刚才一开场也看到了 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 对这个片子有给予的评价 我们的普通观众 包括我们年轻的战友们 提到了自己的父辈 提到了自己的下一代 各个层面 各个年龄阶段 对这个片子都有很好的一个反响 一个评价 你们觉得 两位都是这部纪录片的主创人员 你们觉得这部片子 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 达到你们预期的这样一个目标了没有 特别让我兴奋的是很多年轻人激动 更不要说中老年人 就是还有一部分说不好 还有一部分持反对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在我做这类 这个类型纪录片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出现的情况 也是多元化时代 信息爆炸时代里 一个必然的现象 一个必然的现象 这个现象让我很兴奋 说明这个作品产生了它的社会效益 我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它不是一个终结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引起了大家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那个片子也提到这样的作用 它是个开始 它可能不提供最终的结论 它提供一种思索 引发大家的思索 这个军队 这个党力量从哪里来 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它怎么样从以前吸取这样的营养和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开始 这种开始呢 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这是达到片子的最大目的 而不是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固定结论 我说这是片子 达到这样一个很好的目的 从这方面来说 它做到了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你们 感谢两位老师付出的努力 真的是很多年轻人 像我们这一代人 受益匪浅 让我们通过这样的 十二级的一个历史文献纪录片 能够准确的认知曾经那一段苦难 能够感恩那一段苦难 能够珍惜现在的辉煌 谢谢两位老师摆忙当中 参加我们这样一个节目 代表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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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呢 我们和原著和总编导呢 聊了聊创作这部纪录片的感悟 接下来呢 我们请出两位嘉宾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他们是国防大学宣传部部长 也是这部纪录片的监制 卢周来部长 欢迎您 这部纪录片的策划 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局副局长 薛庆超 薛局长 非常高兴啊 二位能够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个刚才呢 两位老师也谈到了 很多现场的战友们也谈到了 对这部纪录片的看法 那么两位 作为我们宣传部门的 研究部门的主管的领导 您对这个纪录片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 或者说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响 它的原因在你们看来 为什么 我认为 这个大兴理事纪录片 苦难回晃 标志着 李氏纪录片一个重要的突破 我觉得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 他通过专家戒督 李氏问贤 老同志的会议 李氏现场的勘察 这样的对照 清晰的诞实了 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为大理事专职 播出以后亲近朋友 包括您的家里人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曾经问我的家人 我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个片子一起 一口抢到这里 看完 他们说可以 看完了没有 他们每一个人就是看了第一集 还想接着看第二集 看了第二集还想接着看第三集 你看 我说这个片子每天晚上十点四十播出 你们不敢到台湾吗 他们说不敢到台湾 为什么 李氏真实的力量 真感人心的力量 现在说我有点李氏纪录片的力量 神神的感染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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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宣传部长 卢部长 您觉得 我们这部片子播出以后 它有哪些突破点 您有什么样一个新的感受 不同的感受 跟我们分享 这个片子播出以后 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因为我们是作为制片方 所以也是时时刻刻 也都在收集社会舆论的反响 包括我们学校的中高级干部 包括今天来的研究生 我们都是集体走出了观影乐活动 走出他们观看的 在他们中也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我觉得这个片子 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 然后也受到了很好的评价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我觉得是叫应运而生 就是说它确实适合了我们时代的需要 我们民族国家党 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传统 就是对历史的重视 从这一段历史中来激起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它也适合了社会的需要 有的观众我们在收集反应中就说 我从看这个片子中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 久违的成高 久违的一种清洁的精神 我想这个就是说 这个片子它就满足了社会的这种对精神产品 好的精神产品的需求 第三个原因我想就是它还是符合一个审美的需要 我们说一个好的产品 它除了给我们提供一些精神的营养之外 它还应该是美的 否则它就可能是生硬的那种灌输式的 而这个《苦南辉煌》这个片子 我觉得它继承了金亿兰原著的特点 就是它是通过这种小的细节来反映大历史 甚至片尾的那个片尾曲看上去是一个小格调 小情调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片子里它是一个大情怀 所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好的一个产品 然后又一个好的一个美的一个符合艺术的这种东西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观众接受起来就一种春风话语 一种运物无声的效果 谢谢 把这个片子的社会现实意义说的是唯唯到来 刚才一提到的细节我也注意到 我也是头一次在纪录片当中听到那样有抒情浪漫色彩的片尾曲 十点多钟播出嘛都十一点多钟了 我就听了去 我就浑身就感觉一震 我这纪录片里这样的音乐不多见 这恰恰说明我们的主创 这个片子拍的不是光是为了我们宣传部门做宣传工作看的 它更多的是拍给人看的 拍给电视机前广大的老百姓和电视观众看的 真的我这一点说的一点不夸张 所以说呢我对这部片子也是情有独钟 听到我要做这期节目啊 一位将军曾经跟我说 说这段历史我是很熟悉的 但是这十二期节目看下来每天都让我激动不已 就是刚才那句话有一种久违的感觉 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也对我说 都形容这个片子多么多么好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个词汇 就是震撼 激动 热血 和久违 大家想一想 作为电视人 有什么能比得到这样的观众的评价 更感到令人欣慰的呢 好 谢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这期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一会儿